我覺得侯友宜他不想上去 當然他現在覺得說 柯與郭之間的這個盟友的關係 可能會比較好 比較密切的關係 所以他擔心如果上去之後 三個人投票2比1 當然有可能就是就會輸掉 所以他當然是蠻擔心上去 但是我認為整個過程都是公開透明的 那今天所有事情就是攤開來講 其實現在當然有點劍拔奴昌 但我也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大家就把想說的 過去有爭執點全部講出來沒有關係 只是說侯友宜剛剛有公開那個簡訊 這個我不辯評論 因為現在藍白和還在協商中 我也不辯評論說這個行為如何 沒關係 因為你們主席已經說公布簡訊 是名嘴側翼做的不像總統 已經開罵了 那就尊重主席的意思 但是我也得講 因為今天藍白雙方 我們面臨的是一個非常強的執政黨 所以這個執政黨在 我們照在過去2004年的時候 選前一天突然兩顆子彈 最後呢虛虛實實真真假假 真真假假也不知道 他們的選舉操作是非常強的 2016年的時候馬上選前一天周子瑜 2020年的時候操作芒果乾 所以面對這樣這麼強勁的 這個執政黨 也不知道他們會出什麼樣的 選舉策略或招數 我覺得藍白和這麼早的披露出來 這麼快的披露出來 也不是策略上的上上策 那我們就來看今天之後 我相信會有一個非常圓滿的結局 有聽到嗎 我覺得我現在莫名其妙又吃了一個悶虧 沒有了 我在誇獎你們耶 這選舉策略有多高招 真的真的謝謝誇獎 讓我們多怕 基本上民進黨我相信在這一局裡面 我們一直有講說 藍白自己都在玩自己的把戲 也就是說藍白和在我們看來 他們就是各自要取當中的利益 就並沒有誠心去說 我是不是真的要為這個國家 或是為人民去做一些事情 如果你要藍白和 應該是我各自提出一個 這個遠大的理想或目標 我國家的方向在哪裡 我們要怎麼合 我們共同來往這個方向邁進 而不是你要當正的 我要當副的 沒有我要當正的 你要當副的 就在這樣織織結結 永遠然後在這個政治紛召 法務部長未來你要去處理 然後呢或是誰 你要你要去做主導 沒有沒有未來立法院或是怎麼樣 就在這種狠 所以大家還會講說 那你們就是在政治紛召嗎 不是那種大格局 所以你說藍白自己都是在做一些 讓人家完全無法理解的事情 像今天這兩天發生的事 就完全無法理解 你怎麼能夠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甚至是你一方面 你的主席在跟人家談 你的不分區的第一名 公佈不分區的第一名 在臉書一直在嗆聲 一直在嗆聲 說我們就是要以民眾黨總統 對啊 黃珊珊民眾黨的提名的候選人去登記 總統候選人去登記 你一方面說要跟人家談 我覺得這是一個邏輯 還有一個尊重 我覺得在他們國民黨跟民眾黨之間 已經看不到尊重 沒有尊重哪來的所謂能夠談到下一階段 這就是在過場 只是大家不說我就不要當罪人 可是當你們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你看昨天黃珊珊講的多硬 講到那個好像 我們就是選到大了 不用再說了 我黃珊珊是比柯文哲還大 我講的算了 所以在昨天其實他開的那一場記者會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了 如果昨天誰開記者會做主持 就是定掉民眾黨的方向 是黃珊珊開就不用說了 主戰派嘛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維航 當侯友誼不上房間 直接講六點 就是當時馬前總統那六點 就是百分之道坐實 因為國民黨藍軍現在一直不斷在講 就是柯文哲 你如果要是沒有 你簽的字你如果都不認 你如果那六點不認 你就是毀姓被譯 你連簽的字都不認 你以後怎麼領導國家 類似這樣 所以定調就是在全國媒體前面 這個機會 好歹我把這句話再講一次 讓所有人聽 是要做這個嗎 是 這個我這個從前面一直到現在 整個藍白河的過程 並不是真的要合 而是在做什麼呢 道德正當性的爭奪戰 他們在爭奪一個道德的高地 所以當他好不容易取得一個 一般人都會覺得信用不是很重要 他簽字不是很重要 名字都簽了要認帳 所以侯友宜今天的整個論述就是 九份民調六份民調 這個誤差範圍 那例如六點簽了下去 不管人家講什麼 他都會拉回來 這是他的主戰場 當然就另外一邊就 就柯文哲愛 郭台銘那邊會覺得那個 左日總總譬如左日時大家回來 現在比較務實的部分 不要侯友宜不理你 就是要拉回來 為什麼呢 他認為就是今天我只要講這個東西 我就不會輸 交代對上誰 當然是萊茵自家的選民 我們好不容易拿了一個東西簽了下去 真正翻桌的 要注意大家那時候講柯文哲會不會翻 大家都講柯文哲 不是侯友宜會不會翻 實際上大家認為都說柯文哲翻了 十八號那天柯文哲翻了翻了 好 所以侯友宜既然在十八號拿到了這個柯文哲翻桌這個 他就決定之後一路不會讓不只是今天不讓 我認為到一月十三號他都不會讓 他都會不斷的倒退回十一月十五號 我在那天就有道德正常性 而且我證明柯文哲根本也沒有打算 真的要選真的要自己選上 為什麼 如果兩軍開戰 柯文哲在六點裡面的第六年講 他自成我沒有執政能力 我只能監督啊 你只能監督 那你在立法院就好了 你如果自己出來選 你要怎麼去執政 到時候侯友就可以利用他那六點去打他 所以國民黨他在當初在安排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算很精準 那現在他要做的呢 我在那個最後有時間壓力 那個鐘在跑的這個過程中 我不要被你帶著走 我認為今天他們就是 我不管你現場操現場給我的壓力怎麼樣 網路上罵我的聲音是怎麼樣 我不為所動 我堅持我的立場 我撐過 就想看一下 撐過這四十八小時 我就OK